我們不可以活在歷史的過去 因為世界不斷在變之中 而到今天更加變得快 其實我們學歷史有什麼用呢? 其實過去、現在和未來是連貫一體的 我們不了解過去、不了解歷史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掌握現狀和放眼未來 逢星期三,八點鐘 何俊仁、劉世良,環看歷史 我曾經見過木屋 我認識的朋友曾經住過木屋 現在已經發達了 香港曾經有過木屋 而且不少 總之有山就有木屋 沒錯 關於木屋的人的慘況 或者他們的快樂 有一套電影是值得一講的 這套是禁片 就不是特區政府 或者從前港英政府 因為怕傷害倫敦地區關係而禁 是自我禁 你不會再看到公影 這套電影叫做屋 屋就是一套左派電影 不是現在是左膠 你也認自己是左膠 不是左膠電影 是香港傳統左派的左仔拍的 是1970年出的電影 是說木屋區的生活是採識的 是 哪個主演呢 石偉認識了吧 即是六七年暴動中 重要人物 石偉和傅琦 曾經被港英政府趕去羅湖橋 叫他們回大陸 不能回家 還有李青 叫金草演員 這套電影是拍得不錯的 我不會因人廢言 你做得很純粹 從藝術角度 我不會標籤你 因為你是左仔拍的 我全部否定 不會這樣 這套電影的確是拍得很好 以及說到人手望相助 但這套電影始終是有文革的味道 在那十年裏 由1966年文革開始 直到1976年 毛澤東死了 四人幫倒台 那十年裏 香港左派是跟隨大陸的政策 他拍的影片是很有文革味道的 這套電影是不會再供應的 但由於他的質素也是不差的 在左派圈子 香港的左派圈子 不是左膠圈子 聽清楚是左派圈子 曾經是內部放映過的 這幾年 有關情況 你們想知道的 那十年拍的影片 你問一下馬逢國 馬逢國 一定會知道 馬逢國 這套電影 有英文名字 Hut on the hill talk 好像是這樣的 在網上可以查到的 很可惜 你現在很難看到 講完這些 先講回剛才的問題 上一節我們講到 中國農業專家 原本有很多三農專家 包括溫、鐵君 都是三農專家 溫家寶也是農業專家 另一個農業專家 說過 中國只需要一億 lett 現在還有四成多人在農民 怎麼辦呢 他們的命運是不是 英文叫 Doom 玩完了 你是一個工業化社會 你又去不了美國的農民 農民是富翁 首先我這樣看 其實這些政策不是突然出來的 一直以來大陸很多所謂專家 不斷做一些很長遠的規劃 所以大陸都會看到一件事 如果所謂的GDP不斷有中速增長的話 一定要將整個農業有轉變 如果仍然靠現在這些小農經濟的話 農業是很難所謂upgrade 所以之前已經推出農村的地可以轉讓 這些新政策 然後又確保了這些地的承包權可以延續下去 有了這些政策的時候 政府再進一步鼓勵農民 所謂的成餘勞動力 快點出來 這些地是哪個小時 希望可以變成公司經營 用什麼方法 這些方法可以令農業 在不需要那麼多人口的同時 它的產值可以不斷增加 只不過農民要轉一轉 以後不應該叫農民 而是真的叫農民工 農民轉成一些拿月薪 即是打工 即是幫一些企業 幫這些種植的企業 他們打工 在扣上是這樣 所以變成一些人口 剩餘的出來 但出來哪裡呢 當然中國的政策一直堅持 就不要像巴西、印度那樣 湧去大城市 鼓勵出來去城鎮 希望可以發展一些 十萬、二十萬 頂多三、四十萬 這些城鎮 去吸納這些農村的人 然後讓這些農村的人 變成城市人口 希望全國可以有 很多這些城鎮 吸納了 剛才所說的 剩下的 四十幾%是農民 至少三十幾% 已經牽涉到五億人 慢慢被這些城鎮吸納 不過問題在於 當你這樣出來 農民一定會考慮 我去城鎮好 或者去大城市也好 在現時的情況 很明顯 這種發展的過程 肯定吸引的 一定是大城市 是 所以仍然有很多這些 外來工 農民工 去到這些大城市裡 希望可以有一個 好的將來 簡單來說 去到大城市 你說農民工 我們對中國人也聽過新聞 但是香港 我們未必了解到 這麼深入 去大城市 去住 你的生存空間是大的 很簡單 就是說 最沒有技術的工作 技術含量甚低 包括掃地洗碗 在大城市的機會也比較多 不用看中國 你想想從前移民外國的華人 或者其他國家的人 去到他都是做低下 低下階層工作 等於搭中國大城市 在美國 洛杉瓶 紐約 芝加哥等 因為那裡 如果夠大 他自然低下階層的工作 比例上 他同樣的比例也會很多 但是說到這麼熟悉的人 我真的要過去介紹多次 你這麼熟悉 在中國的情況 這位是楊錫聰 他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的講師 在休息時 他也補充過一件事 我們盡量給各方面的資訊 大家自己判斷 提到這個 打直覺的 這個Cesar Insertion 泡福生紙 其實是你所聽聞的版本 是怎樣的 即是直覺 開刀的闊度 可以小一點 即是箱口不用太大 這麼小也可以拿出來 要平衡 大家自己決定 但是 如果要第二胎 就會容易爆 因為沒有了地心吸力 不要爭論 是地心吸力的作用 上面壓著下面沒有了這個作用 左右壓是沒有的 發揮不了地心吸力的作用 Anyway 我們繼續這樣說下去 但是成不成功呢 即是他想去一些小的城市 一二十萬的城市 希望農民移到那裡找工作 或者好運的可以創業 是不是 成不成功這個政策 我剛才這樣說 現在就朝著這個方向走 成不成功 暫時很難有一個很清楚的判斷 但是正如剛才我所說 這些主要的農民工的大軍 始終都去了一些所謂一二線城市 所以一定會造成這些一二線城市 之後的壓力 我覺得最應該這樣說 這些農民出來大城市 面對一個比較悲哀的情況 剛才你之前說過 很多大城市都是這樣 基層都有很多工作做 但是往往的情況就是 沒錯 他們的找工作不會太難 不過社會發展的過程 一定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的人工工資的增長 一定會比整體的增長慢 很簡單說 我看到深圳 大家都覺得深圳比香港 表面上好像是 是的 但是如果我有觀察 一些基層的勞工 例如做洗碗 做適應 我已經問過他們 過去十年八載 基本上沒有怎樣欠 一家工工 但是反過來 他們本來以前做適應的 他們可以有住宿 或者店鋪包起來吃 現在基本上住宿不會包 因為太貴 所以拿著兩千多元一個月 他們要應付很多 這些生活的需要 所以我聽過很多 這些基層的勞工 其實有很多的徒縣 他們沒有辦法 就只有住在 好像北京這一類 大慶區 那些城中村 其實他們本來已經離開 北京市中心 其實已經很遠了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要在北京賺食 他們只可以在城中村裡住 因為他們的租金 相對來說比較便宜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越發展得快的時候 剛才所說的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工資不會增加 但另一方面 其實現在對工人的需求 其實不一定是一直在增長 現在經常說AI 人工智能 很多發展都很容易取締 這些基層勞工 盡量少些人手 是一個趨勢 很簡單 即是生產iPhone 台灣 富士康 富士康 擺明已經是用機械人生產 機械人生產 是很大的 它可以做到一些 在香港做不到的 譬如 你網上叫外賣 這件事 它是很普遍的 我早就試過 不是一家 可能是很多家的食肆 聯合 如果你在大陸的大城市 你去廣州、深圳 很多在路上踩單車的人 就是送這些 但因為有這個 Apps的發展 它不用每一間食肆請一個人 聯合有點小 它未必慢慢有這麼多個外賣 另外這些送外賣的人 就變成個體戶 那間店會給它一些錢 但這些錢是按建收費 其實因為有競爭 所以價錢是越來越低的 噢 按現收費 說回大城市 我們剛才說美國的例子 三藩市、洛杉磯、紐約、芝加哥 為何新移民 移民美國的大部份人 去這些大城市 因為生存空間 是大了 說回這些城市的 這些貧民窟 印度是很厲害的 早幾年 應該是2009年 有一部電影 叫做《貧民百萬富翁》 《Slum Dog Millionaire》 可能很多人都看過這部電影 他說印度貧民窟 賣貧民窟 那樣東西 是 不過我想正如這部電影 其實被人感動的地方 表面上就是 一個年輕人 本來受盡屈辱 警察不相信他 連主持都覺得 你是狡猾 沒有人相信他 結果他成功 好了 表面上是因為這個人 但其實這部電影被人感動的地方 其實這不只是 這個主角的問題 而是一個普遍 住在一個大城市裏面的 底層的人 他們的悲哥 這個悲哥 讓大家知道 做底層的人 是不斷被人歧視 即是說 你無論如何有能力 你是沒有機會去發揮 不只 當你好像做了一些很棒的 別人反而不相信你 反而會向負面去思考 你當然是狡猾 你不可能認識這麼多事情 是的 所以這部電影的結局 反映的是 除非他 好像by luck 拿到一些錢 可以和女朋友 轉走高飛 但這只可以是一個夢 其實這部電影 還有另一件事感動我 原來知識 我們中國人說 是寒窗虎毒 只是寒窗虎毒 只是 頂冷 穿多件衣服 比較辛苦 原來他這個人的知識 是血淚事 原來在這麼悲慘 被人趕絕的情況下 才知道 那個資訊 那個知識 其實共產黨說的知識論 應該就是這些才是知識 部分 部分 印度的另一部電影 早幾年叫做 《作死不離三兄弟》 其實也說到他們是很慘的 沒錯 如何爬上去呢 還有印度那部電影有一件事 是 他說那一刻 就說他會 停電 印度 是 停電 那是真的 真的 中國自己拍的電影 是不會說到 有停電這個問題 是 對 其實 比起印度 你是基建天教的 是很成功的 印度不覺得 這兩部電影是暴露陰暗面 對印度人有什麼 相對民族自尊心之類 我很喜歡看印度片 印度片很容易表達到 這種 樂觀甚至達觀的主義 即是說 縱使很多很悲哀的事情發生 但到頭來都會用一個很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所以他會用這些 剛才你所說的停電 或者打架這些 會變成一些 好像笑話一樣 自嘲 這樣說出來 對他來說 反而我覺得很健康 是一種 即是滑滑出來 對 反而很明顯 在大陸 現在 說真的 我跟朋友談到 其實這類的電影 八九十年代其實不少 真的很寫實 以及自嘲也好 或者諷刺社會的一些時代也好 是比較多的 反而近年比較少 反而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的問題也很突出 因為你 朱鎔基一定要國企改革 所以國企改革 你不要覺得這麼虛無飄渺的字眼 其實是因為國企 從前中國國營企業 是基於史太林模式 即是前蘇聯的模式 去生產 以及計劃經濟 即是生產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人買 誰在乎 沒有 誰在乎 還有生產方式很落後 已經沒有辦法適應到現代化 你繼續養下去 真的是不可以的 國家不可以的 全部都收拾 大陸以前的人 大陸以前的人 如果在工廠工作 本來是一輩子的 儘管水平不是很高 有吃、住、子女 在工廠區裡 生活、學校等 醫療等 國企的倒閉 就變成什麼差都沒有 什麼差都沒有 就有很多社會問題 當時我看過一部電影 是反映 不是香港那麼關鍵 可以很關鍵 反映下江工人 有一部電影是鋼琴師 把鋼琴弄起來 但現在反而沒有 就是文工的問題 當時是反映國企工人 下江者真的失業 說得比較好聽 當時很多 除了你說說文工 在城市生活 他們面對很多矛盾 甚至開抗 有很多電影 反而現在少 沒有 很多人都說 事實上是倒退 在言論方面是倒退的 近年會又強調到統一思想 統一思想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 一個富有的國家 現在人均收入 是八千多元美金 還有人有這麼多富豪 再可不可以統一思想 不是半世紀 現在老毛年代的時候 大家一窮二白 以及教育水平低 現在可不可以走得通 我真的很懷疑 即使聽話 可能是楊鳳欣為 無論如何 除了剛才說的印度 你好似都帶了巴西電影來 這些都是提及彭文弗 例如《無主之城》 無主之城市入家 是的 這些兩兄弟 印度和巴西 都是因為城市發展得太快 自然會有貧民窟的出現 而貧民窟的出現 很多時候會變成所謂罪惡的溫床 我想特別是《無主之城》 會多說一些 在裡面成長的一代 年輕人 看到在這些彭文窟裡 那種不斷為生存 而去搏鬥 用種種那種手段 慢慢這些年輕人 就已經學會了 不是年輕人 應該說是年輕人 即是已經接受了 甚至他們已經學得更好 然後去堆壞 大佬 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 一些悲哀 剛才說到 如果大陸的發展政策 是真的要把農業人口減少 然後希望推去城市 好的當然就是 去到剛才所說的小城市 希望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但是現在已經越來越難 有去控制 很自然 如果去了大城市 一二線城市 自然有很多 剛才所說的城中村 城中村 往往現在拆遷的理由 除了火燭是一個 這跟香港以前一樣 以前的母區 其中一個政府清拆的理由 就是因為太容易火災 第二個理由就是 罪惡的溫床 所以我剛才說的 廣州的例子 就是一個例子 很多罪惡 特別是新疆人的城中村 所以會大規模清拆 然後建造新的房子 但是越來越這樣做 既然要留在大城市 他就希望可以在大城市 survive 他就只會在城市 再邊邊繼續生活 但是正如這部電影所說 當是這樣的時候 這群年輕人 他們對社會那種 即即下來的怨恨 只會越來越深 很簡單 因為之前外來工的子弟 連讀書都沒有機會去讀 然後看到人人在大城市裡 金光十色 但是家裡又沒有錢 沒有你份 對 然後房子還要不斷被迫遷 自然這種怨憤怨恨 越來越積得更強 所以我經常有一個觀點 就是 城市的問題 其實只不過是農村問題的嚴重 現在我們覺得農村是落後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發展政策 將農村的人趕走 不敢說趕走 即是鼓勵他們走 希望他們有新的生活 你知道大陸執行上級命令 是要很徹底的 你不明白的也要執行 總之當他們離鄉別井去城市的時候 我在大陸近年的經驗 聽很多他們說的故事的時候 我會覺得 一方面看到大陸發展得很快 但另一方面 其實心理上那種怨恨 或者那種負面的抑壓 其實同樣很強 所以我當然會覺得很擔心 雖然無主之城好像發生在遠遠的巴西 我們通過奧運會 就好像揭露了巴西很多醜的東西 但其實這些醜的東西 我又覺得是全球化的 這些不單止是巴西、印度專有的 其實香港亦都有 大陸也有 只要我們越不去尊重 這些基層、底層的生存權利 其實這些問題 只會不斷 一代一代 特別現在的年代 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正如這本書所討論 資本 叫什麼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是的 原裝的名字是泛文的 不是英文 說什麼呢? 我兩、三年前都聽過這本書 聽說什麼呢? 簡單來說 資本論的討論是階級矛盾 然後資本家如何壟斷生產資料 從而令他們不斷積累財富 然後剝削無產階級 資本論講了這個所謂的道理 這本書想證明究竟 在資本論講完百多年之後 這種情況有沒有改變呢? 是嚴重了嗎? 還是因為有我們現在的美國 歐洲或甚至中國政府 是不是可以凌致這個問題 可以舒緩呢? 當然作者的結論 作者的結論就是 他用了很多數據去證明 從國際貿易和每個國家的財富分配情況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解決 其實現在我們活在今天 其實跟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資本論 提出資本論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沒有兩樣的 作者是法國人 音譯就是託馬皮外題 我看很多書局也有 圖書館也有 我開始以為是資本論 馬克思翻生再寫 原來不是 不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寫的 是法國 是左膠寫的 是左膠寫的 我記得這本書出沒多久之後 有些大的經濟問題都訪問 這個叫皮海題 我不懂得翻文 讀錯又被人罵 那時候訪問他 最主要都是訪問金融風暴 所謂金融體制面對的挑戰 其實意味著什麼呢 正如他用這個脈絡去說 其實這些過去百多年 所出現的這些經濟問題 其實只不過有利於資本家 更進一步去壟斷這個資產 所以如果今天的主題是北京 我覺得同樣的道理 現在北京隨著所謂經濟發展 越來越進步了 好了 但進步不等於普遍的人 得到生活的改善 反過來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 這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社會主義是他自己定義 是他自己的定義 你可以看到無論阿里巴巴 無論騰訊 一下子已經追過利家成 已經成為亞洲首富 甚至已經踏入世界前列的首富裏 我經常說阿里巴巴表面上 令大家共富 你想做生意的都可以用他的評分 一起發達 但在我的觀察中 這只是一個所謂的謎 即是在騙你 馬雲已經說了 電商這個概念 由2017年開始 阿里巴巴已經不會再用了 變成低端 又低端 所以結果會把這些人 應該說這些小商戶 幫阿里巴巴變成一個超大的集團 已經是幾萬億的資產 但是最終 都是賺的 主要都是馬雲這一類的大富翁 是 但表面上他有時候哄到你 因為他給了這麼多遊戲 希望給你 哄到你一部分 即如美國 你說美國沒有貧富懸殊 也很嚴重 全世界 從前奧巴馬罵得多厲害 貧富懸殊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是不是叫做後現代 是很嚴重的 你不可以用實務 你一定要用金融資本主義 才可以發達 一定要 但問題是 金融資本主義的關鍵是 你手樓上有沒有錢 作為你的所謂本 然後你的回報有多大 現在你沒有本 根本就沒有得追 所以我們以前說 農民工出到城市 有很多機會 我就可以這樣說 八、九十年代的機會 跟今時今日的機會 已經很不同了 以前可能拿著幾千元 或者一兩千元 去到城市開餐館 希望可以勤勤勤勤發達 做大 然後開連鎖店 有 大陸富豪法即使 某電台經常說 開頭只有幾千元 幾萬元 這樣就發達 馬雲開頭只有很少錢 但這種情況 我們全球化 這就是結果 沒錯 但不全球化 你們經常說全球化 就是千錯萬錯 我聽過你們 如果我叫你左膠 我們也不會得罪你 但全球化 令戰爭的機會 是降低了 可以 也說回剛才那裡 中國少了這麼多農民 你說不少農地拿來蓋房子 蓋房子 蓋房子 GDP部比較大 有良心的幹部 收購農民的地 給農民的水 有錢可以自己蓋房子 或者做小生意之類 但是糧食少了 全球化 除了中國出口貨品去歐美 歐美地方 賺到錢之外 同時入口不少的東西 歐美技區的先進科技 要肯賣給你的 還有是糧食 少說了一件事是糧食 中國在非洲 是買了不少的農場 不止非洲 俄羅斯也有 是的 澳洲也有 當然 近住軍事敏感地方 就不會賣給你 紐西蘭 新西蘭也有 牛場 全世界也有 賣農場 在那裡 種糧食 運回糧食 中國 這個 目前的經濟模式 之所以能夠維持 因為是全球化所創造出來的 打仗 就意味著這些鏈會斷 所以大家 就少打仗的機會 除了瘋狂的 譬如北韓 或者伊斯蘭各地 這些是小的地方 小的 首先要靠空人 是空的 現在真的不用這樣打嗎 你的肥仔金也是世俗人士 後攻階勵三千 即是打傷 那又怎樣 沒錯 上次韓戰時候 還有中國做他的大後方 這次沒有了 更激怒了這個大後方 激怒了大後方 激怒了大後方 即是沒有再有志願軍 這家人進入北韓幫忙 那你怎樣跟美國打呢 對不對 大家鬥空 鬥客 玩沙蟹 還有全球化 大家互相投資 沒錯 中國在三萬多億美金的外匯儲備 大部份是放在美國 對不對 我看過1972年 那時候 尼克遜總統 訪問大陸 跟老母談了很久 周恩來 後來發表了上海聯合公佈 那時候 其中一個條款 就說雙方凍結對方的財產 是可以解荒 解凍的 那時候看過 後來 掌大知道 原來 一打仗敵對的時候 就會凍結 凍結敵方的財產 哇 即是中國人民血寒錢 即是這個 美國佬如果做得絕的話 就和你凍結了 是 這真是很嚴重 全球化 現在儘管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它可以令到相對地和平 世界大戰的機會是小的 這個要考慮 但是全球化 即是令到貧富懸殊加劇 這個同時是現實 即是說你可以發威 發達機會小了 大家買多些六合彩 大家都說 買六合彩 或者中了你也買不到一層多大的樓 哈哈 好 今晚 還有 說完 既然帶得上來 這個 這個矮族 其實前幾年已經開始 我想大概十年前 開始討論 這些住在城中村裏 特別是高文化大學生 他們怎樣變成社會的底層 他們生活上的掙扎 是怎樣 開始有很多人做研究 做討論 這個是大陸書來的 大陸書來的 大陸書來的 所以十幾年前 你說北京 這種情況 其實很早已經有人討論 大學畢業 看看你除了拿著高文化 你家裏是誰 在大陸 美國不是沒有 沒有這種情況 你家裏有錢 是顯赫人物 你發展機會 一定比其他人多 但相對來說 包括香港 如果同樣有高文化 有很多東西 你不會相差這麼遠 這個就是分別 大陸書有很多 你不要看他真的厲害 他在哪裏畢業 其實你看少了一件事 可能他也多數不會告訴你 他是Born into the right family 出生適合時辰適合家庭 做了前世積科 這些已經證明了 現在福布斯富豪榜 都會計算入得 所謂億萬富翁富豪榜 新的一派通常都是富二代 富二代 不如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還有一個因素 還未再問你 我們再說一說 小問一件事 都很重要 既然你上來 抓到鹿 是要拔掉你的角 今晚請到楊石忠來 休息一會 再聊一會 嗯 好 好 好